大家好我是老人 欢迎来到这边 什么Watch and Wonder的现场之机 我现在身后的就是IWC万国的展台 和去年整个展台全部是工程师主题 不一样的是 他们每年都有一个新主题 今年的主题就是葡萄牙 而且还有月象 还有有能力 那么今年的葡萄牙系列 会有哪些新品呢 又有谁在展台上 跟我的镜头一起看看 今年万国展台上所有的新表 都是葡萄牙系列 而其中最抢眼的 就是那枚葡萄牙系列的永恒力万表 这枚万表最大亮点在于 它能够自动识别 每年不同月份的长短和润年 它会自动跳过400年中的 三个非润年的世纪年 一般的万年力表款呢 只能够实现100年的这样一次的跳动 而万国基于已有的万年力模块 在这枚万表上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相比普通的万年力 它具有一个附加机制 就是每过去4年到了2月底 一个新的模块会告知万年力 当年是否为润年 而这个整个模块只有8个组件组成 正因为这8个组件 就可以让万国的这个4位数的数字显示 从以前呢只能到217几年 一下子跨越到现在能够实现最长到3999年 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办法活到3999年 所以这枚万表也被称为永恒力万表 而更夸张的是 它在万表12点钟位置的南北月向盘 能够实现4500万年 只偏差一天的水平 虽然说所有的万表都需要进行维修保养 它不可能一直保持持续转 但仅仅是这样一个功能的实现 也足以让表圈觉得震撼不已 表款的基本信息44.4毫米表径15毫米的厚度 万为18以上都能佩戴 薄金表颗配白色的漆面透明表盘 具备50米防水深度 搭载的机芯是万国全新的52640自上联机芯 168小时的超长洞储也解决了很多用户对于万年力表款 洞储不足的抱怨 除此之外呢在葡萄牙首上链系列万表中 这次增加了陀飞轮的版本 这枚陀飞轮万表采用的是18K玫瑰金表颗的材质 盘面用钥匙黑旗盘面 这个黑色实物看起来非常漂亮 搭载的机芯是万国的81925手上链机芯 42.4毫米的表镜 而它的厚度被减到了只有10.8毫米 以前大家都说不大不厚不万国 而现在大还在 但表真的变薄了 而且这枚万表除了在6点钟位置之中 有一个旋转的陀飞轮 它有56个组件组成 重量非常轻 只有0.675克 另外它在9点钟位置 还有一个小星球的造型 有明暗两面 24小时绕轴旋转一周 用于昼夜显示的呈现 这也是之前万国同类表款中 从未有过的设计 而它的背头也非常漂亮 因为是一枚手上链机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甲板的圆弧设计 还有发条盒的造型 而所有的红宝石轴承等等 更像是在轨道上遍布的星球 另外在葡萄牙系列经典的万年力表款上 这次增加了钥匙黑和银月白两个不同颜色的盘面 黑金配色非常漂亮 个人建议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 又觉得永恒力稍微有点尺寸偏大偏厚的话 其实这个正常的版本的万年力就足够了 因为它同样拥有168小时 也就是7天的动作 另外两个葡萄牙系列万年力的配色呢 则更加显得年轻一些 它们分别采用了白金表颗搭配地平线蓝的 类似于这种冰蓝色的配色 还有呢就是沙丘金盘面的配色 它们都是银色的表格 这里想问大家就是这个冰蓝色还是这个沙丘金 你觉得谁更显年轻呢 同样在40毫米的葡萄牙系列小三针版本上 也增加了这两个盘面配色 可以说这已经变成了葡萄牙系列 今年万国新广万表的独打色 至于说葡萄牙系列非常经典的 左右对称小表盘的70链表款的话 这次的变化有两个 首先它增加了钢带版本的选项 第二就是它的盘面配色 之前我们提到这些配色 你都可以拥有 只不过表格材质的差异 第三就是它的背透 这次采用了更大尺寸的表底镜 它的金属边缘变得非常的薄 可以让你尽可能的看到葡萄牙系列 经典的七日链机星52011完美的呈现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这本 什么Watcher 3 Wonders 这是现场直击万国展台的新品介绍 如果你想更加深入了解万国的话 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还会在后面给大家带来一期 万国表场的参观 以及跟他们工作人员交流的节目 除了大家的品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